兽丰休闲农业区为了增进人员培训 6号下午特别举办了绿色植物环境疗愈课程 邀请到讲师邓明光为学员介绍 如何以原艺体验式的环境营造 让游客来到休闲农业区之后 可以感受到绿色的心灵疗愈 为了让休闲农业区内的业者 能够提升环境营造的内涵 兽丰休闲农业区邀请到绿色植物环境 疗愈讲师邓明光为学员介绍 如何以原艺的环境营造 让游客以体验的心态 来感受绿色植物所带来的心灵疗愈 绿色的疗愈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把 疗愈跟一般的原艺混淆了 一般原艺只是做让人开心的事情而已 但是原艺的疗愈绿色疗愈 或是原艺治疗也好 是对不同的对象来做不同的做法 让对象能够获得身心灵的一个福祉 大概我们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可能大概疗愈跟一般的原因 大概可以区分开来 在农村里面它很适合的因素之一 就是它周遭的植物环境 植物的种类也相当的多 可以利用现有的植物来做一些媒介 来应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叶子 你可以做拓印 拓印之后还可以延伸在做其他的旁边的引申 比如绘画 跟拓印结合 你还可以请游客来说一个故事的诉说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所顾问的景观规划师 也说花林县政府推动的花园城市 就是绿色疗愈很重要的一环 可以借由这样的绿色环境营造 让游客体验到绿色植物所带来的心灵疗愈 比如说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老幼之间他有一些悬殊 他如何透过绿色照顾的一种政策的推动 然后呢 同时在花园县政府 有一个花园城市的一种做法 那具体的开始在推动这种 用绿色疗愈力的这种做法 他提供比如说在体验上 或是说在一些参与式的很多的活动 跟这些绿色的建设 那当然像昨天 在我们花园县政府就有办了一场 利用艺术呢 介入了一个绿地公园的一种做法 同时呢 用音乐艺术 地景艺术 还有亲子 以及呢 我们花园当地最重要的就是 整个国家的国防 通通结合起来 呈现一个绿色疗愈力的一个音乐会 我想这就是说 接下来 这是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会有面对很多 老年化的议题的时候呢 绿色疗愈力会是一个 解决的一个办法之一 让绿色植物成为你的好朋友 它不只是环境中很重要的元素 还能够透过绿色植物的气味 以及DIY加强 与人之间的心灵疗愈 还能够透过绿色植物的气味 以及DIY加强与人之间的心灵疗愈 透过课程 希望能够为社区带来更深入式的体验行程 让游客感受到乡村旅游的不一样心灵感受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